阿弥陀佛这个意思很深 所以经上讲得清楚 为什么叫大家听见 阿弥陀佛就是自己的灵 自己的什么 自己的真正自己的灵 自己的灵 不错 就是真正的自己 是真正的自己 对不错 那我也是阿弥陀佛 对没错 一点都没错 个个都是阿弥陀佛 就是他自己不认识自己 对我自己不知道 不认识自己不错 阿弥陀佛这四个字是法翻语 从印度翻文翻过来的 阿翻作无 意思是无 弥陀是量 佛是觉 合起来无量觉 无量觉是什么呢 宇宙之间 没有一样你不知道的 过去你知道 未来你知道 现在你知道 此地你知道 整个宇宙你全知道 这就叫阿弥陀佛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自己 不是别人 就是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 恢复我的本能 恢复我的智慧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这个德能 无量的向好 到那边去完全恢复 恢复过来之后 你才有能力 普度众生 这些迷惑念的 你再回来 把他们一个个叫醒 所以一切祝福菩萨的 总名号 叫阿弥陀佛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一切祝福 一切祝福 一切祝福是已经醒过来的 我们的这些人呢 这是迷惑 迷惑的阿弥陀佛 对 迷惑 迷惑阿弥陀佛了 那他也是吗 对 是啊 没有一样不是啊 一样一样都是 所以你完全没办法离开 你的奇心动念 全都知道 谁知道 连他都知道 我们这桌子知道 椅子知道 地板知道 没有一样不知道 瞒不了人的 这一桩事情 现在量子力学家证明了 因为我们的思想 我们这个肉体的时候 它也有波动 它是物质 它波动 没有波动的话 它就没有了 它存在是波动存在 那这个波动的时候 立刻就跟全宇宙 都受到了 全都受到了 所以的速度比光快多了 速度比光都快多了 太阳光到地球上八分钟了 我们这个念头才一动 整个宇宙都知道 那我们现在动一个念头 全世界都有它的小英灵 也都在这了 都知道 没有一个不知道 所以整个宇宙 你搞清楚搞明白了 整个宇宙是一个生命 共同体 阿弥陀佛就是回归这个共同体 阿弥陀佛就是回归这个共同体 我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佛经大臣经上说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这个心是真心 这不是妄心 不是那个肉团的名号 不是不是 不是 那 所以这一句名号的功德就太大了 你念别的都念局部 念这个是念全体 像一个国家一样 我念总统是念全国 我念个省长是那一省 我念个部长是一些局部 不是全体 阿弥陀佛是全体 全报了 阿弥陀佛 录 옷 西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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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朝